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1号 星期一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封禁或者说封杀TikTok的议案 但是现在川普到出来都为TikTok在辩护 这就是反正你执政和在野的时候它不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那么封杀TikTok的法案3月5号在美国众议院正式推出 3月6号的时候TikTok向所有的任务 大多数任务推送了国会正计划全面封杀TikTok的消息 要求TikTok的这些任务和支持者打电话 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通话的案件 你要一按钮直接就电话打出去了 让他们直接联络他们的国会议员 国会代表 就跟他们说不要他们封的TikTok 这是3月6号的出说 到3月7号中午国会议员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这一天这电话就不停有电话打进来 但是提出法案的民主党的众议院 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赦委员会领军人物 克里希纳穆尔利称 称TikTok的这种做法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这么做了之后 让不少的国会议员都看到了TikTok 动员美国选民的这种力量 看到这个之后 都有倾向于支持 变成了一定的支持 也有弄死他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这么说 当然有人就说TikTok这么多 最后有人说不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到了这个份上之后 就是说你不这么做 也是这结果 我觉得你这么做的 可能也是这结果 但是这么做了之后 反而展示了一种的这种力量 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用的 他这么说 就是说你这样哈哈 你是乐器反了 其实是心虚才这么说 你懂意思吗 都是这样 到了这三月七号中午说的 到了三月七号下午 众议院能源及商务委员会 以50对0票一日通过法案 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 约翰逊表明了也支持法案 3月13号将送到众议院的大会表决 通过众议院的应该 现在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了 因为你看他众议院会 50对0票 没有人反对 百分之百通过 所以到了众议院的话 我觉得也许有那么几个人反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 应该85%以上的通过率 就是85%以上的议员 都是通过的 可能有15%的议员 可能是反对 但是没有用 只要超过三分之二的话 就是强行通过 你懂吗 我觉得他肯定 他的得票率肯定会超过80% 在众议院 这个就是一个强行通过的 一个得票率了 没有任何的玄建和意义 那么法案直接点名 字节跳动 要求字节跳动 在180天之内将TikTok出售 否则美国的手机应用城市商店 就要将TikTok下架 任何企业将不得在美国境内 向TikTok提供的互联网的托管服务 其实说白了 就是全面封杀 但是由于目前美国 有1.7亿TikTok入户 所以议员们想在公共观感上 就去除封杀之说 所以将重点放在美国主流平台 美国主流的媒体品牌 不应该由中国控制 这个论点上 但是中国的主流媒体 不都是美国控制的吗 你像很多的东西 都是美国进去的 对不对 以前中国要是封杀 什么Google 封杀什么的 那时候骂的 不予乐乎的 怎么现在 没人说话了 是吧 说点意思 3月8号 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 如果国会通过 他就将签字 为法案背书 那中医院的议长 拜登都已经表态了 都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当然了 就说这次 可能TikTok是死定了 因为参议两员 可能通过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但是参议院里面 也有一些参议员 已经表达了反对 但是人数还是不多 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在众议院 我觉得可能会超过 80%的议员 都支持封杀TikTok 到参议院的话 我认为超过三分之二 这66% 也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那么也就是说 参议两院就可以通过 通过 当然就是说 就即使在参议院 没有达到66%的话 那么也通过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总统是可以签字的 就参议两院只要通过 总统一签字 那么这就成罚了 但是就是说 如果参议两院通过了 总统不签字的话 这个打回来 就必须要 需要是三分之二通过 然后这样总统不签字 也通过了 你懂个意思吗 那么拜登已经表达了 只要你只要参议两院通过的话 我一定会签字 那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压力变得非常小了 那么在参议院 只要通过就可以 你不需要一定达到三分之二 但我认为它会达到三分之二的 好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还有幻想 认为通过不了的 基本上就别晓了 就是众议院 参议院 白宫 现在是三个 众议院完到参议院 参议院到白宫 基本上也是一路绿灯 肯定是要过了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当然了 也有一点就是说 他说即使最后就完全都通过了 也成了法案的话 那么还有可能性是干什么 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 2020年的川普的封杀令 还有2023年 蒙大拿州通过的对Tito的封杀令 最终都遭到了联邦法院的这种拦阻 但是这个的话 最后总要有 总可能达到最高法院或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只能拖时间 我认为这么搞的话 只是在消耗时间而已了 但最后的结果 我想可能就是差不多 我觉得很有可能 最终就是说这一条动 通过某种方式 第三方代持货什么的 把它出售 你懂意思吗 就是说不再持有它的股份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咱们再看 那现在不过怎么着 在众议院能源及商务委员会 通过法院的同一天 川普出面了 为Tito的辩护 川普说 说如果我们赶走到Tito的话 那么Facebook 及扎克伯格的生意将会翻倍 他们都去玩Facebook去了 他说我不想上次选举 帮助上次选举作弊的Facebook 生意更好 说Facebook才是美国的 真正的人民公敌 你现在能看出来 就是说Facebook 扎克伯格和伊云马克的关系 闹得非常僵 Facebook和扎克伯格 其实是坚定的支持民主党的 四年前的选举 当时扎克伯格 据说拿了四亿五亿美元出来 巨额的资金出来 支持民主党 今年看起来 伊云马克很有可能 是要支持共和党了 伊云马克看的意思 现在有小道消息 就是说伊云马克 他们已经跟川普的团队 有沟通 但是伊云马克这边还不承认 但是反正有小道消息 然后最近这几天 白左的媒体 在疯狂的攻击伊云马克 你就明白这意思 但是川普反正跟Facebook 关系不好 然后跟这边 可能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川普这么做 就是两点 第一个争取一些年轻选民 因为TikTok 现在玩TikTok 虽然只有1.7亿 刚刚说1.7亿 1.7亿的任务 但是1.7亿任务 基本上都集中在 就是说50岁 或者45岁之下 老年人玩这个东西 其实不多 主要还是年轻人 年轻人的话 代表的就是未来 但是年轻人的选票 也很重要 所以川普这么做 一个吸引年轻选票 另外一个 当然就打击Facebook 也不希望 就是说 因为现在对TikTok的封杀 其实Facebook在背后 是非常的支持 而且上蹿下跳的 你知道吗 就TikTok如果被赶走的话 对Facebook的股价的大涨 可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于它的市占率 股票 都非常有帮助 所以扎克伯格 对TikTok也是深恶痛绝 所以我觉得川普 可能通过这两点 但是问题在这儿就是说 川普现在他因为在野 他没有执政 川普如果执政的话 他对TikTok怎么办 他也得封 你懂吗 因为就没办法 就是说 你在野和执政的时候 是完全两个概念 因为川普在野的时候 也说要封TikTok 当然川普执政的时候 他还要封微信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 你要造一定的新人准备 我现在跟你说 如果川普今年赢了 明年夜饭川普回来之后 把TikTok和微信一起封了 你们觉得可能我在痴人说梦 对不对 等你川大爷上来之后 你看一看 你看看你川大爷 你看你川大爷什么意思 你要做好一定的新准备 真的是很有可能 TikTok和微信一起干 我不开玩笑 好吧 那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